新宜兴的年度逝世 踏雪寻梅下的寡冬 20号在新宜兴隆会 不要忘冠唱 双国正式开始 我当当投资一个 不要泡菜DIY 由管党里面前 李维玛文君 以及新宜兴专专制建议人 带到五百位民众动路 欢迎大家当天来到 新宜兴踏雪寻梅 也来不要忘冠唱 提案好吃好赏的 不要泡菜DIY 参与同胜利 在名台记官手设计官 能像很多条好听的官客 担当行政起本 虽然有任何国中 带来精彩好看的母娘表演 仍然有关在里面前 李维玛文君 向着全志建议来的共同参议 参专专500位民众 最会来提案 萌营泡菜DIY 参加踏雪寻梅 放在华东正是K东 一年离得踏雪寻梅 今天正是在我们新宜兴 农会开楼 那么今年的梅花 因为气候的关系 所以有一点慢 大概我们预估 是在盐列7号左右 就会盛开 欢迎各位全国的民众 喜欢赏梅的 就利用盐蛋 或是假热 来这边赏梅 同时可以到我们东部泡温泉 来了很多很多的外地的朋友 那这一次又有泡菜的DIY 用我们在地的梅子口味的 需要去做一个酱汁 我们平常吃到很多的泡菜 那我们现在 今天这个DIY以后很香的香味 我们回去准备要买臭豆腐来吃了 这次主板单位对了邀车众多来宾 正来参加 踏雪寻美开博博博博 竟然邀车到第一名台记 歌手夏季军 正来倒酸团 并且提供 没有泡菜DIY 在现场是大受欢迎 能够参与这个泡菜 我觉得自己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好好玩 我很想搬来这边住了 应该要来这边自产了 是时候了 随着天气越来越失定 新兴兴的梅花 也就关雨果 将会开得非常碎 因此新兴兴工作到農会 邀车民众可以在这五十个 正来共同参加 踏雪寻美祖地节 只要参加 第二种品堂贴 今天的活动非常精彩 也免费招待我们所有的游客 来免费做DIY的泡菜 那完全都是免费的 自己做然后自己带回去 那我们1月10号还会在 柳江门园办一个 踏雪寻美系列活动 夫妻背部竞赛 跟滚相不同的竞赛 所以欢迎所有来自全国各地朋友 来新兴兴赏梅花 年旦过之后 NA10号 那时候整个新兴兴的梅花 绝对是会 报复性的开发 绝对是会大爆开 所以是NA10号是我们 主题日的活动 在我们新兴兴的 柳家梅园 就是牛丑坑 新兴兴牛丑坑的柳家梅园 办理主题日活动 那天的奖品相当的豐富 希望说那天来新兴兴 赛梅花 绝对是 值得你回味的 今年新兴兴的竞赛比赛 由帝龙、盧瑞翔 在当地上中 官党里面前 清新班进 当地的拜扁 并欢迎大家 赞来新兴兴 踏雪寻门一花 也一定要来吃饮 又三双咖的 五三好地 记者就算差不多 都 在这一段时间里 都应该做的 在这一段时间里